好,在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咱们来看看二十四课的课文部分 那么看课文之前呢,先了解一下本文的作者 本文作者叫C.E.M. Jode 这个人还有些来头 咱们看他大致的介绍 他是British Philosopher,英国的哲学家 One of the Britain's most colorful and controversial figures of the 1940s 他是英国在1940年代 当时最多姿多彩并且富于争议的人物之一 这个人不但是作家,又是哲学家 还曾经当过电台的播音员 这个确实经历比较丰富 本文中节选自他的一个作品叫Pieces of Mind 《随想集》 大家注意本文题目叫做Beauty,叫做美 但是本文中并没有讲述什么是美 而是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去解释美的含义 即便这么去做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美往往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 本文作者这个观点呢 明显体现出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认为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 这个形式主义者有这么一个术语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Formalist Formalist 就是认为形式往往比内容更加重要 很多的画家属于这个类型 比如说像法国的印象派大师莫奈 印象派画家或印象派主义者有一个词 就是印象这个词后面叫I-S-T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Impressionist 像法国印象派大师叫Mone 就是莫奈 还有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荷兰的后印象派大师 后印象派画家或者主义者 有个词在前面加表达后的这个字头 P-O-S-T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遍 Post-Impressionist 后印象派画家 叫做Vangel 叫做梵高 这部画也是梵高的一个字画像 那么欣赏他们的作品 不要问他画的是什么 背后有什么高深的利益 他要表现的是什么主题 我们只需要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人看画的时候 心中涌出的感受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这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成长的环境 受教育的程度 还有当时的心境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不要问画的是什么 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 这是行书主义者 有这么一个特征 那么咱们就让在座的屏幕前的同学 自己体会一下 我们欣赏几幅 梵高的著名的作品 看一看 咱们在欣赏画的时候 心中涌现出的情绪是什么 同时这些绘画作品的背景音乐 就是Vincent这首歌 这是献给梵高的一首歌 咱们看一看 欣赏画作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反应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 好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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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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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个例子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In the 19th centu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好 回答 Death is a gateway to another world 死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